今天是7月12日的《啤梨晚報》 星期五 做完今天的節目 可以在做節目上休息兩天 但是如果大家網友心水清 或者多時間 或者真的很喜歡討論網台 或者討論社交媒體 Instagram、Facebook的話 大家就會發覺 其實這幾天的活動 如果你要參加完 根本上是幾無可能的 因為每一區都有活動 突然又說有 又說要去同樂環為推文建聯 然後突然又來了 現在又發生了大埔連龍場 我當你不知道 我是說真真正正 有人召喚的活動實在太多了 我們不要用那些事來開玩笑 例如悼念那些 希望不用再有 但是不斷的活動 這些是否叫做浪文氣 似乎那些文氣都用不完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起碼那些年輕人 又或者那些沉默的大多數 去到現場 只要有人衝突的時候 當然會有人厭惡 因為衝突 見到快點走 快點走 但亦都見到不少仗義執言的人 當然 亦都有些人幾交 但是有時候這些事是很難 一朝一夕去改變那種想法 昨天王志民 我講王志民之前 其實是昨天下午 我正在吃飯的時候 看著他這個直播 多謝有線新聞 他把這個講話 心無疑到三分多鐘 但是當然我 都忍受不到三分多鐘 都是播了一分多鐘 我昨天吃飯的時候 他不停地說 因為外面的餐廳很有趣 很喜歡開電視 就關掉那些聲音 其實我不知為何要這樣開電視 關掉那些聲音 是不是怕騷擾呢 但我吃飯那裏是個街檔 根本騷擾不到 很吵 但好像我的Sweetie TV 都是開電視 關掉那些聲音 只能夠這樣說 我狠狠在那裡吃飯 看著我看著我 我看著我狠狠在那裡 我狠狠在那裡 我狠狠在那裡 其實是說四、五個字半個小時 你狠狠在那裡 我狠狠在那裡 我不認為有人會聽得行 或者狠狠在那裡 有耐性聽 這些廢話 但當然他的說話裡面 有很多元機 以及也看到一件事 就是所謂的和平表達 這個所謂的普世價值 我們一會兒先講講我的看法 首先我要回應一下 我看到有些網友 關於昨天晚上 我們節目完之前 有一個所謂地盤公友 打電話給我的事情 有鑑於這件事 已經進入了一個司法程序 我也沒有時間 因為實際太忙 我也是剛剛開節目之前 我才埋位 甚至乎我現在的工作人員 都在剪輯我們第四、五、六節的片 在排序 就好像以前的電視劇 肥造劇一邊拍 一邊播出來一邊拍 甚至是拍電影全此仔 是啊 拍電影全此仔也不是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你始終都是拍完之後 做完後期才上去電影院 你當年的電視劇就是 那邊拍電影 那邊看到一些反應 譬如說 周韻發和鄭玉玲那條線 本來打算分手 原來觀眾很喜歡 立即改劇本 拍一拍一拍 你不要跟發哥打電影 立即變成觀眾喜歡 現在我們也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在做節目之時 他們已經在忙 所以我經常說 我們的開放時間 其實是十二點後 就會有人在 但我經常叫網友 最好不要在四、五點後來 因為時間真的很忙 多數都被人吵架了 這樣就不太好 究竟什麼時間來呢 那真的很慘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四、五點後 你們準備節目很緊張 六至八 你們又在做節目 更加緊張 八點你們又說收皮了 其實你們很少時間 一至四其實是 十二至四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樣寫一個行業時間 十二至四 好像不是很科目 不好看 我就照通知你們 十二至八點 大家就收拾吧 總而言之 你說不是 拿一拿東西買一買東西 就算你四、五、六點上來 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們又說 我又想去聊聊天 又這樣那樣 那就實在是不可以的了 好了 我想說一個這樣的事情 我有個老友 他姓鄧 我昨晚認識他 他聲音比較倉老 我老實說 我是三番四次問那個 我這個新式的 在電話上認識的朋友 說 喂 你是不是那個人 這樣 他就說是 我覺得 因為不知道那個人是 什麼人 那些人的聲音老了 就老了 他昨天的心路歷程 他說要跟我分享 但是 他分享完了 可惜我又忘記錄音 因為我的apps 可以錄音 他跟我分享完了 我可能沒有開apps 我記得 我記得以前 如果我開了apps 是我每一個電話 談完他就自動錄音 然後問我要不要 我可能沒有開 我裝了沒有開 但是 我昨天的說法都雖不中不遠 但我最質疑就是 他跟我說 是跟我學的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從來反對搞小女兒 我這個新朋友 他大意是這樣 因為他做地盤 他說他女朋友都是做地盤 三十幾歲 他的皮膚多粗 他說跟那些十二歲 怎麼不同 那又怎樣 那不代表李可英明 證言是搞十二歲 我沒有這些評論 因為現在 我純粹要轉達 甚至我開了一聲 你會聽到 包括Miu Miu聽到很開心 如果我跟他改名字 我叫他做丁蟹 因為他真的深深相信 他做的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他說 十二歲 有波形 有欺毛 可以在裡面射精 他跟我是這樣說 我轉述 我不是說對 我只是說很遺憾 他說為何要這樣做 他說 他說 他媽媽又生過兩個女朋友 鬆懶了 怎麼跟那些小女孩相比 那別人願不願意 是否手狠 都不要說你… 我沒有判斷 你不要加這麼多判斷 我們純粹說 他說 他說 因為我怕會影響司法公正 其實 但那個人是不是那個人 我都不知道 他又說 但我怕有人聽到 真的影響了判決 對 對 對 他又說 不可以說了 免得了 因為他已經做了多過非禮的事情 其實 他還經常灌輸 灌輸個節故概念 大家也關門一家人 對 我都覺得 我肯定他不是向你學的 對 我覺得 對 但是他有某一程度 怎麼說呢 我們一眾的男同事 和網友在這裡的時候 又有某一程度覺得 他說出心底話 因為他一句 他還去反問我 令我愚失 是嗎 他說 他說 他又不是我親生女兒 你想想 那天他女朋友是女兒 對 對 但是 他最後 昨晚跟我說完電話之後 讀得我回家 他十點多 11點左右 又給我電話 是嗎 他說 我累了 我先休息 有空再聊 我心想 我跟他幾次成為莫極 是 你以為我是靈狐沖 還是他以為自己是田白光 OK 我說 那好吧 你早點休息吧 這個世界才能夠這樣說 一養米就是養白洋人 我們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如果不是 大家 但是我是羨慕的 我是羨慕 有些人可以憑著一種 很純粹的欲望 自己的欲望去做人 他不需要理人 就是要顧及人的感受 不需要的 完全不用理 只是想自己 這些人很快樂 我覺得 是你跟他身邊的人 是孔冷布 是嗎 好了 黃志文 基本上是說來講去的 為什麼昨天 首先是黃志文要出來回應呢 理論上 中聯辦應該是低調的 應該沒有你角色才對 是你沒有角色的 甚至乎黃志文上台 接張曉明之後 相對張曉明在689年代 其實中聯辦是低調很多 那為什麼黃志文昨天 會無緣無故出來講這個話呢 黃志文 第一 我一次是睡話 我一次撐林鄭 不是 你有提到林鄭月娥的名字 是先國特區政府 這已經有原跡 表示暫時不會解僱你 在北韓會議還未談好 但是很多報紙 就放在有效 其實我覺得除了放在有效之外 外國勢力那些 一直都是講這套 這些是穩住一些藍絲 或者對大陸人說 這些事大家要所謂警惕 我們好像很慘被人打壓 但是講到有效之外 要講到和平表達 你為什麼 之前6月92、16日 7月1 你不講這些事 是過了遊堂事件 或者連龍場事件 你先講這些事 很明顯 他又覺得現在好像連龍場 最近發生一些很打人事件 好像到這邊的輿論 民意逆轉 透過說和平這兩隻字 就提點你這班 所以愛字頭第一 不要搞搞陣 而愛字頭背後是誰 他應該警告著 現在叫給錢愛字頭背後搞事的大佬 一個警告 第二 有效施政 除了說你林鄭月娥政府 要做好些之外 就是你一些人 旁邊的人 建制派 不要在網上 借著這件事 為了撈油 想好像你葉劉 湯家驊 支樓 而搞到政府是做不到事的 我覺得他是警告 建制派裏面的內訓 就更加之多 我同意一部份 首先他為何要王志民出來說 這個一定不是他自己的主意 他的蒲頭與鵪鶉 當然是他的主子的主意 他的主子是誰 在這裏是很清楚的 我不會猜是什麽敵對勢力 他的主子一定是我們今上習近平 因為大家記得 其實講港澳辦 港澳事務 包括甚至乎 韓正 他們的大佬 基本上都全部是習近平的人 再沒有 你在那裏猜 就說誰是誰 不要去猜 是不是 我們當成一個黑社會 一個團體來比 這個大佬是做錯管的 你如果這樣都擺不到自己的人 或者擺了自己的人 他會反抗你的 你就活該死了 那為何有黃志民出來說呢 不是林鄭月娥說的 就是林鄭月娥說的東西 是沒有意思 沒有人聽的 在特區政府裏面 林鄭月娥到這一刻 他還是一個特首 怎能夠是沒有人聽的 當然不是市民 要聽說話的 當然就是他身邊的人 事實上這個世界很有趣 我們很多時候爭取公義 或者不同政見 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但其實往往是敵不過什麼呢 明明大家都覺得自己很對 或者怎樣 到了我們看回歷史 其實往往大部分人 包括現在的藍絲 不要說追求民主的香港人 包括藍絲也好 其實都是被陰謀家 有心人去玩弄在獎上 從來古今中外的歷史發展 你看回歷史就知道 很多時候民眾就是被有權勢的人 利用各種謊言 或者利益 或者意識形態 鼓舞操弄在手上 這件事共產黨懂不懂 他當然懂得厲害 到不得了 因為他靠這件事是起家的 從來也是 你現在去街坊 你去街道 我們經常說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被壓迫 都還支持民建聯 還支持公聯會 你去街坊 去屋邨看看 你問一下一個婆婆 問一下很多人 他們一定罵共產黨的 不過他們依然是支持公聯會 民建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家真的做地區工作 對他們的關心 對他們的客戶 表面上 是多於你們 泛民 每天找社區 都不跟你打招呼 已經不同了 老實說 我們講的 這些是我們在過去 六七年做節目 講過幾千次 但泛民的人 往往有這種缺點 在過去 為什麼呢 他們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禁地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萬德拉 每個人都希望做一些意識形態上的事情 而忽略了最基礎的人與人之間 我不要講蛇齋總餅 蛇齋總餅 每個人都做 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接觸 你可以說 喂 不是 因為人家是有利益收 有薪金出 這是原因來的 這是原因來的 所以人家是會做得比較樂力 資源上得不過 那就是個心 好了 有一班人 沒有那麼自視高 不在你政黨 不在你組織的年輕人 或者其他一些想服務社會的人 不群不黨 他看到問題是這樣的時候 或者黨不受他玩 他下去參選 就一定是被你打壓的 在過去 於是你又不夠結功 你又不夠黑 他跟這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的人捏 有黑的那些 你又要排鋸劑他 怕他會搶他們的位 結果陸陸續續得到的後果就是 所有所有的社區 即使他的票 我們看過很多 包括屯門那些 明明以前是所謂的民主派票倉 今時今日即使 不是輸到準也好 起碼只是區議會 只是選主席已經輸了 為甚麼呢 這些我不是今天要講的 王志民很明顯 他昨天帶出了幾個訊息 第一 就是他說一定要合法 這是從來共產黨 我想每一個政權都是這樣 和平示威 我們是接受的 和平示威 我們是接受的 你說共產黨信不信呢 他當然不信 他最好就是你們 夠了什麼互戀傷打架 夠了些人鬥人 於是他更容易管理 但是似乎 共產黨終於有點進化 他的的進化未必是自然進化 是可能被迫的進化 譬如說 你們沒有美國老打個電話 他們你知道に何我撿不好 為甚麼呢 因為到了ood 現在香港之所以與人不同 因為有很多利益在上面 亦都因為我們有一班大家一直都未必這麼看好去的年輕人或者連登的兄弟 做到一些令到外國人真的關注你們的事情 其實現在普遍來說,大家留意外電就知道 普遍西方社會基本上是清一色支持你香港抗爭者 如果清一色支持你香港抗爭者的時候 這個就是選票民主的可貴 作為外國的政客,包括特朗普也好 原本他根本屌尿香港是什麼 但是他都不能夠令到香港太有問題 因為這樣也可能會影響到當地的輿情 我不是一定很特別的說美國 但是每一個從政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你不要想著你關心香港 但是真的會影響了可能 為什麼呢? 譬如,如果有些商會跟他說 搞什麼國會議員先生,搞什麼總統先生 你仍然是做什麼,閒話都沒有半句 那邊的民眾可以控制到那些票 但是商會、商家能夠發動那些票可能更多 於是,中共在現在這個關節裡面 除了香港的所謂利益之外 大家認為現在的貿易戰 整個星期還沒說 真的會贏了嗎? 大家會覺得是贏了嗎? 即是繼續肯跟你談 那三千多億不能加稅 其實說明說的就是這樣 而川普仍然說,很好的 我買好很多東西 現在川普好像有點生氣 說你中國之前說要加大買美國輪產品的承諾 加得不夠 他嫌,那些錢還沒過來 玩東西 又是夠了 可能他那些錢不想過來 是他沒錢過來 這件事也不奇怪 好了,現在普遍上 國際社會,包括政府,包括民間 一般來說 就永遠是同情被欺負的人 是嗎? 永遠被同情欺負的人 你猜共產黨也知道嗎? 共產黨自己也知道 所以如果他要有效管治的話 老實說,他這番說話 剛才林康正說得很清楚 其實就是告訴一些人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你不要想著是贏 分分鐘是輸的 當然也會警告 那些田北俊、田北辰、葉劉之間的吵架 當然 你要吵架,在家裡吵架 所以西環要出來就要鎮住那場 不只不要看 我們撇開了 剛才說的第一件事 就是看到一些暴力事件 那裡就清楚了 另外就是 人們集中在有效 這是適合道理的 雖然人們集中在有效 即是他會猜 其實他是要罵林鄭的 但是 但是 他也是說要支持林鄭月娥 有效施政 OK 譚耀宗怎麼說呢 譚耀宗說 你相信林鄭月娥的補救措施是有用的 補救措施 是 結合了 譚耀宗也叫做 合為人 人大常委 結合了 即是說共產黨 現在林鄭月娥的補救措施 或是要做有效的管治 你們繼續要支持 不能看下去 不能看下去 當然補救措施要到什麼程度 先補救到 或者共產黨的底線在哪裏 這個就是他們自己知道 林鄭自己揣摩 但是這樣說 這也是最表面的分析 不過我跟大家說 比我是共產黨 比我是習近平 比我是王志民 我都在這個關節口道 類似這些事情 為何不打電話 他們的人來開會議 田北俊那些都可以打電話 你想不可以在街上打人的那些怎麼打電話 就是 老實說 你如果警務處長 懂得聽這些話 就應該知道怎樣行 最慘的是香港人本身真是奴隸官 真是要捉住你 首先會做 而事實上我自己就是這樣看法 我認為林鄭若是真的做不下去 因為這個有效的相反就是沒有效 他沒有說那句 如果再搞不成功 他真的做不下去 因為現在你連 我不覺得他出了聲 昨天王志民出了聲 你猜這兩天 所謂的政壇 政權中的人 會不會互相吞吞呢 當然不會 就繼續鬥屌 葉劉他們那些 就繼續大阪大阪屌 就是我先說 大阪人去什麼餐廳 和唯恐天下不亂 繼續民意反彈 天下亂 對他們有什麼好處 一定要這樣想 我們有時候想想 誰會得到好處呢 在亂裏面 在亂裏面 在亂裏面也證明了 林鄭沒有管治能力 就是有機會接任林鄭那些人 所以根據我過去的看法 那些欠出面的人 即我對指南人是沒有運行的 那些不欠出聲不欠的人 就分分鐘有運行 你想想外字頭背後 當時是哪裏培訓給他 沒錯 你把外字頭出來弄亂 沒有意思的 林鄭管治失效 有一班人想透過製造混亂 而踢走林鄭 你猜中聯辦和習近平 無心之吐明 是誰在搞事嗎 我跟大家說 為了穩住香港的環境 我認為10月1日之前 所謂的四線 就是一般的推測 事實上也是 失誓大受 難道是受終正寢嗎 大佬 是會換特首 而最大的機會 最大可能 你們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我作為招道派 甚至乎這幾天我又開始犯覆 我真的很想招道 因為我真的覺得 這個世界 這麼多吵架 不如一波 弄好他們 反正自殺的一定是我們這邊的人 他們那邊的人也不會自殺 但是我又想 那些人 為了打拼自己的未來 犧牲這麼多 如果這麼容易就招土 又好像對他們不太想住 我也很難矛盾 張建宗 我絕對覺得他是最有可能 如果 最有可能 因為第一 他為為樂樂 完全紅勢 第二 他一個人都有計 當然我們要吵架他 但是在政圈裏 他真的有計談 而且他不是屬於搞事派 那邊 他出來 老實說 不爭是爭 你那班 搞搞振 明爭的又有 暗鬥又有的人 想回朝又有 那邊又到你運行 說真的 你猜這個世界上 當你有二百多萬人出來逛街 二百多萬人 真的會有這麼多搞振的人嗎 尤其是已經陸陸續續有一個半個人拘捕 不是全部 一個半個人 因為打了一人拘捕 真的有這麼多嗎 我不是說這幾天在不斷搞事 那些人一定是收錢做事 很多更加 可能我們相信是真心交話 被人未用撥的 但是有誰先去撥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偶然的事情 最和平的表達 你們都要這麼吹喘 最傾氣的就是聘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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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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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 我們有兩顆擂球棒,也有練過 但他拿著兩顆擂球棒回來 作為一個年輕人,因為他是年輕人 他真的不害怕被人鬥,那裡很害怕 擂球棒是否攻擊性武器呢? 你不要用一般港英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說你穿著擂球衣,我阿咪去打擂球 沒甚麼擂球,OK的人都明白 但如果在其他情況下做夠力 你就是藏有攻擊性武器,擂球棒 是攻擊性武器,所以大家做事 想多一點,起碼要找個吉他套 可以找到一個套,你怎麼做吉他 你裝假狗,或是哥爾夫球棒 找一套,你不要套,然後拿著兩顆擂球棒回來 你這樣才叫做心思述累 你拿著兩顆擂球在街上 你覺得他不斷你,有很多Hero 一斷你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你去哪裡打擂球 戴頂CAT帽子,你拿著兩顆擂球 你讓我們自己打擂球 拍點五步? OK 好了,我們看看 另外看看,回歸後歷年選舉年周期 新登記選民人數,今年真是誇張 登記多了35萬人 比過去很多年,差不多是回歸後全部都多 特別在2034年,因為那時候是環境最差的 那時候新登記人數是30.4萬 今次超過35萬人 厲害 大家是不是很開心呢? 我其實很悲哀 大家去到這個階段都還覺得 唉,你媽媽,選舉 我不會怪大家的,因為 都是這樣說,能夠做的事情就先做了 反正都是登記,不代表要選誰 對我來說,選舉當然沒有意思 自從有了選舉主任PQ郭認輸 但今年他敢不敢? 今年真的很好看 如果你們夠吵 他真的未必夠膽 但你們夠不夠吵呢? 夠不夠令他跪下呢? 那個力量 而最可惜的就是 結果香港人最後都是要選回泛民 那裡才令我鞠躬氣 雖然你說泛民好像怎樣 我們現在團結一致 屌你媽媽 都比建制派 但是大家考清楚 當他選了這個位 他真的會變 一去到關鍵關頭,有哪一鑊不是 有哪一鑊不是 到時候你咬他想吃嗎? 他比建制派更好 這件事真是很難扭轉大家 我覺得 大家是不是要這麼開心呢? 35萬份選民登記 我覺得這樣 真的不要這麼開心 據說 剛剛在這個運動說要血債票償的時候 其實很多本土派民主派的人都癡之以鼻 我不排除 這35萬裡面有10萬、8萬 或者10萬 是建制派動員去登記都不奇怪 每次都是這樣 他都要抵抗你們 建制派很聰明 一發生什麼事 他不用自己出民建聯的名字 弄些不知什麼 你咬你了 牛頭角 採揚街坊會 婆婆說警察 甚至我可以說到這樣 黑警打人對嗎? 黑警打人當然不對 你快點登記選民 都可以 然後他出來的團體 未必以民建聯出來成立 所以我覺得大家除了登記做選民 或者如果大家仍然覺得選舉有用的時候 就麻煩在選舉之前 就很短暫 就是短暫你老爸老母 阿爺阿嬤 就是阿公阿婆 當然 在現在的民情裡面 或者我們過去這樣看 你明不明 我們怎樣都要五六成 爭取民主的人 爲什麽也有二百萬人上街 爲什麽周街還會有這麽多人 好像有些反對的意見呢 你都會很質疑 我覺得不需要去想這麽多了 去到現在的階段 仍然是那樣東西 我們香港人就只能夠戰 就只能夠... 沒辦法的 你就要迎接這場戰爭 就算現在所有年輕人回去 不要好像黃志民 破壞社會 社會會穩定嗎 社會會和諧嗎 不會的 還常在說什麽外國勢力 今天我們有個網友說得好 她七十幾歲 一個女人 愛什麽國勢力 成狗日賴外國勢力 老實講 在我們來說 如果 你這樣都要賴外國勢力 你真是漠視了林鄭月娥 她無論如何搞出這麽條例 搞到軒然大波 否則現在都放暑假了 我們都去旅行 不知幾天開心 小林天天開咪 是呀 你有沒有 小林天出去嗎 很難辛苦 你有沒有 是林鄭 真是 中國人的奴隸基因 永恆有趣 有些人 我們是白師不得其解的 我現在終於明白 陶傑為什麽用基因 她不需要白師 你想不到就是因為 你只能說那些東西 她的總就是這樣 她的總就是做奴隸 你要跟她爭取 不想做奴隸 大家一起不要做奴隸 她當然要吊咬你 那些阻家經常說 不是 人是沒有分種 我問你 那些阻家很多就是爺爺 是 耶穌都說你猶太人 也選了一個總是特別勁些 是吧 那怎會他不會選 特別的總是做反面教材 一定會有 左膠要激勵別人 即是和平與愛 我們個個都會說 譬如我們最喜歡看 underdog的故事 我們看Walky 為什麽呢 一個意大利人 一個白人 稱霸權壇 但在現實世界裡面有沒有 很少 很少 特別是重量級 到現在 美國的黑人 因為條件越來越好 狠狠這樣 黑虎鍛鍊的 越來越少 於是乎 會出現一些白人 歐洲 前蘇聯 黑虎權王才有白人 出現 在重量級的級別裡面 有些事情 當然是有個總的問題 很簡單 你要去判斷 我們華人 與外國人的分別 很簡單 剛才的網友上來聊天 你現在問我們 我們比較思想前進的人 你寧願是要人家管治你 不過生活得好 就像以前說的 還是寧願自己管治自己 生活得不好 都沒有所謂 但我們一定要尊嚴 我想答案很清楚 我們是吧 但是外國人偏偏不是這樣 就說我們偉大的美國 喂 你媽媽 當年他們為什麼要打個場 獨立戰爭 你猜美國佬有沒有和理非非 一定有 英國佬已經撤銷了那條 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了 算了 不要收你們了 不要吵了 美國佬說 不肯是 其實這是相對地 因為地緣關係 已經是調你老母 很獨立 所以有一群既得利益者 就永遠會說 喂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們始終是大英大國子民 大家繼續做什麼 又不加生稅 不要激怒 大英大國 好了 你要記住 英國佬是撤銷了稅項 就像現在林鄭那樣 我不搞過你們了 仇宗正審 但是美國人是想什麼 那群支持獨立的人 在想 喂 不是 現在是因為英國皇室 因為他們的大愛 他們的包容 於是不收我們這條不知什麼的稅 以後他們收回來又怎樣 而不是我們獨立 每次都是你主動 我們被動 那不行 於是人家就打了 人家就要捏過 人家就要自己尊嚴 而他們的所謂尊嚴 是怎樣打回來 是真的會死人 是真的有人死 剛才的網友說 不是 在外國天生就有 不是天生就有 我都會說 人家的父側背 人家的太爺背 是跟你爭取了 流過血流過汗 現在美國人才可以享受到他們現在的自由 現在歐洲人才能享受到他們現在的自由 我們如果放長雙眼來看 放長雙眼來看 或者 或者 我們指南國都終於會有自由 但是一定 首先大家要醒 真明白到 搞清楚這件事情 究竟你認為自由尊嚴重要 還是 寧願做一隻 被人吵得肥肥伯伯 有得去旅行 有飯吃有屋住 我們最多人這樣說 林康正 你很難不滿意嗎 現在你沒有錢用嗎 你沒有屋住嗎 我們不知道 這些問題我們面對幾十年了 但他不會問我 港英時代 你豈不是肥肥伯伯 中國人統治你可以當作飯吃嗎 就是民主可以當作飯吃嗎 你不用同一個標準 港英時代 那些人是否賺大錢 是否經濟發達 是否三餐溫飽 那為何你又這麼不滿意呢 這個吊詭 然後到現在的人不滿意 你又問人 你是否三餐溫飽 不知是否當作飯吃 這個吊詭 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這班人 法國現在那班藍絲 先是接近美國佬那班 他們要尊嚴 我只欺負都不要緊 總而言之 我們就要自己管自己 要獨立的 那我會覺得他們拍手掌 但問題不是 問題是他們好 你們欺負 他以為現在已經好 他以為而已 有些真的好 譚明文 但有些他以為自己好 其實他都被人欺負 自己住劏房 最多這種人 所以 這個世界是很簡單的 如果你要尊嚴 我仍然認為我這個想法是無敵的 一定是有港獨 別無他法 但是我又知道 知賴人 總裁是不擔心的 他們不擅長這件事 所以我們獨立了 自己有主權之後 我們就要開放我們的國會 我們的行政部門 給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才來管治 就是我們一人一票 我們是老闆 而我們的憲法 就一定要寫得清楚些 寫得清楚了 一定是 你老母在華人 不得參政 沒錯 一定是鬼頭 行政部門一定是鬼頭 或者是日本人都可以 CEO也是鬼頭 但是 我又可能公道的 我會兩院制 整個爛鉤上議院 被現在的港姦 那些漆頭 害怕了你們 你老母 害怕了你們 被虛閉 又不說被虛閉 他都不是完全無權 禁止我們下議院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 其實大家都知道下議院的運作 即是好像英國上議院 可以叫你重審 但最後都不能被虛閉 重審三次 是啊 最多最極其量 都是解散國會的 但是 就是我們下議院 但是 我們如果好像英國這樣 如果重審了幾次 你老母 你也是沒有負 證明 原來下議院是人民選出來的 民意在你們上議院的貴族 提醒我們之後 都仍然是覺得 這個這樣好 我們尊重民選 但是記住 行政部門 就一定不可以被斯大仁做 這是唯一的辦法 你只是看那些人的嘴唸 表你老母 如果是收錢的 當然我們會明白 如果不是收錢 是義分田嬰 那些就是混家產 那些就是賤種 是奴隸的種 你最慘的是 當我看到我們的年青人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中年人 不要說只是年青人 出來去奮鬥的時候 其實欠的東西 他們也有份 他們現在是不肯要的 他還說你搞搞 還要打齊你 是不是 那你說 我們招土有甚麼錯 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招土有錯 現在只不過是我們招土派 那些年青人 是感動到 既然你們想爭 我們陪你一起走這一段路 雖然我知道大家 真的要升利的機會 真的很低 我每天都會跟大家說 千萬 包括你們很累的年青人 千萬不要先有待 算了 差不多了 沒有 沒有 一定是要 最基本 我知道大家未必接受到 包括社民營的老友 很多人一說到港獨 就不太行 有些座教會說 不是啊 我們中國人沒有本事 公治中國 那你就看哪裏有本事 你舉一下例子 幾千年歷史 有沒有一年半再 中國平民百姓生活得好 就算所謂甚麼甚麼盛世 甚麼甚麼盛世 很多時候都是中產皇室 那些人生活得比較好 人民又是矮民 有所謂盛世 做多些生意 少些冤獄 或者不一定是少些冤獄 或者版圖夠大 出去打 折磨多些人 沒有蠟燒 休息 打 打 打 好,回來7月12號的《啤梨漫步》 7月13號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如果明白的人就自然明白 我希望在遠處的他,他知道曾經他的同事對他一番心意 原來在這麼多年之後,仍然沒有忘記過,明天就是他的41歲生人 暫時41歲 不禁,我又要唱一首譚詠麟的舊歌 好了,剛才這裡是《大戲報連龍場》 這兩節,我們都會講連龍場的風雲 其實如果要講,是可以六節講完的 我就覺得很沉悶 但其實很多網友最喜歡聽這些 但為何我覺得很沉悶呢 我經常覺得,在Facebook讀昨晚即時,已經鬥快鋪上去 你們兩個都看完,原來不是的 第一,他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看 第二,他始終是喜歡我們一邊講,一邊平下 首先,藍絲動手,有兩張照片 據說是沙羅洞,在哪裏? 沙羅洞,算是一條甚麼村? 在大埔來說,叫做廢稀村 沙羅洞有一個臨時辦事處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在老師的房間裡 在老師的家對面有一個臨時辦事處 是在那裏,是在那裏,是在那裏 是在那裏,是在那裏,是在那裏 沒有說的 我可以研究一下,究竟這兩條傾向是否收錢 我全部不用收錢的角度 否則就不用說了 這樣就不要聽了 很多藍絲經常坐在那裏 大家在街上都留意 包括阿叻,譚秉良,他們都坐在那裏 不過他們不是坐在街邊,可能坐在那裏 你不想像酒家、酒店 就互相圍爐,就跟黃絲一樣 就以為自己是很正確 所以你不想像是慈劍衛道,去打人 可以 這兩條傾向過監 那些我不理 但我想這樣說 為何如果你夠人說的,要打架 要打人 為何每次人說要和你理論 我不說了,不用說道理,不用說證據 為甚麼 老實說 你如果給我們這些人 基本上我有沒有道理 就算我明白是錯 我也要打架你 如果是過這些短兵雙食的環境 一起來就打了,沒辦法 但是如果現在 常說無論是藍絲、黃絲 都不夠膽突出 包括王志民 都不夠膽突破這個樽口位 就是大家香港人 如果你想香港好,政見不同 大家是想香港好 包括阿叻 他們想到特別的香港人 意思是想香港好 大家都沒有討論過 如何為止香港好 說不出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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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應該吵到七彩了 因為就說 香港有民主 民主有飯當漫食 以前國英又不給民主 你說不是 那些共產黨不給民主 現在不是說甚麼 他們根本說不出那些 現在中國人的政府 有甚麼不好 你是否要進入英國走狗 是說不出那些 說不出那些 因為我們明知現在是敵對政府 明知是被政府打壓 警方都未必會幫我們 於是我們希望一般人 不要搞破壞的運動 所以要忍 我很多評論人 又說這件又說那件 我不敢教別人做 因為我不是最前線 你只是說我 我沒那麼偉大 我不會打人 但如果打架我 我當然會還拖 好像Ever說 每次打架都沒有你們分 在那裡說 Ever說 那當然 第一 我怎麼出去打架 你問一下 現場的人有多少次見過我 你想打架嗎 上來 我隨時分配 不是 都說了 等你上來 我每次都要換 帳戶被禁了一個 又要換另一個 不用說那些 又每次不敢上來 床頭弄 說真的 如果我現場很多次 那我不用打架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當人們要和人們吵架的時候 很喜歡把自己的立場 就先說了 我每次第一個 其實大家什麼立場都沒有所謂 用別人的角度 以皮之法 就收他的皮 舊就不會打架了 我每次都想打架我 那些人都不敢打我 我告訴你 都不知為何 你經常問我們去哪 我只是這樣說一件事 今天我的網友還說 你不用怕嗎 你又不敢打架 又打開門 我到現在都是一個人在街上 我到現在都是 我平時的生活都是一樣 我告訴你 我平時的生活比我 在咪前還轉得多 我五十多歲 我就想高大軍打架我 上次不斷吵他 不是男人的事 吵架他 都不還拖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的朋友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的朋友 是我的朋友 我的兄弟 我的筆迪 是不敢跟我去街 因為我動向都打架 不斷吵架人 但是我到現在 好像我們流流難歪 到現在 你人肯打我們才行 大哥 一吵 一走出去 已經吵架了 吵架你老母 人家吵架我們 我知道多開心 神上志願就上聲 好吵架 吵架你老母 喂 我們真的好吵架 老師又在這 這麼多年了 你一出去 你怎麼吵架 有時慢慢說 這樣吵架 那怎麼辦 終於 我們吵架你老母 那條肥老抽狗我 除非一拳架 KO我 要不然 終於有人肯動手了 嘩 謝謝你 肥兄 屌你可不可以 終於有人肯動手了 屌你可不可以 老實說 就看看是怎樣 不要說什麼 挑不挑機那些 好了 我們回到節目中 這兩個人想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 大家搞清楚 他們真的 陶醉在自己的心目裡 他們在自己的討論 都完全不會說 現在會怎樣搞 他們自己都不會說 因為我認識這些人 他們只是說 搞亂香港 而他們連接那樣搞亂香港 究竟是誰搞亂呢 他們已經推到 不是林鄭月娥的條例 是說97後這幾年 一直都很混亂 外國勢力 就等於 這幾年我們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混亂 因為梁振 永遠都是外國勢力 永遠你們是收了錢 因為他們自己收過 或者他們用自己的思想 去想 我沒有錢 我怎會出去做這些 好了 但他們也有一群沒有收錢的人 於是他們 就越說越不強 其實昨天 他們擺明兩人 特地 在沙羅洞 或者你住的地方 我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一條路村已經廢了 很少屋 特地出來挑機 特地出來挑機 第一 我都說了 先不要說了 先收過錢 就是要揚明立萬 最少是厄例 揚明立萬 未必是真的要跟鄉議會拿什麼好處 最基礎的 首先 像你所說的 他整世人一事無成 突然間 這麼多好笑 我這邊的支持者出來 說我厲害 說我英雄 突然間 我紅了 那於是就心紅了 揚賴之餘 亦都可能因此 在區議會裡面 有多點聲音 有多點聲音 甚至西環都說你做到事 他們覺得是這樣 他們覺得是這樣 好了 於是屌你老母 那昨天出現什麼呢 昨天經歷了 第一 他不是打人 他是拔東西 經歷了 我們是不斷進化的運動 那昨天是怎樣 昨天是屌你老母 他們在拉東西 有個人 屌你老母上去阻止 有個穿紅衣 是吧 反而被他們打 是 但今次進步了 一會兒他們是不進步的 另外大部街坊出來喝字 然後屌你老母 然後被六七十個市民圍著 做什麼 正常來說 當然是給我打他 不想是 他們再在唱勝 唱勝 又唱三十歌 又唱三十歌 我覺得這招真的很厲害 你想想 他已經打到六十五歲的阿伯 其實後來已經斷了手 斷了手 斷了手 是打阿伯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在什麼呢 我不覺得 我們之前在金鐘 六一二、六一三、六一四的時候 有一群教徒 自己出去唱勝師 那群是教徒 真是很厲害 但我不覺得 突然有六七十個教徒 突然出現 而是食場 好像我們上次街站 本來我們不會唱 我們也會唱 但是 所以他們昨天 不是要這樣說 所以我們沒有播完這片 我有看的 我有看的 他們昨天不是唱 聰明 Hallelujah 他們是唱很多歌 是混合的 最初都不是很齊 但當時唱生日歌 就很懂得唱 我懂得唱生日歌 那我女生真是惡了 你被我們 狂風極惡 在想著 突然看到 你又不是打我 你記得當年陳廣民 是 我們敢吵他 最後他就跟你說 拜拜 你真是反應不到 你們加油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叫我打架 你老毛 你真是反應不到 你叫我加油 不是 提愛橫 這樣也沒算 那次 剛剛吵到氣咳 然後 5.9左右 4.9還是5.9 他看一看錶 突然間全部連上 那些 即是連上那些義工 所謂 那些阿姐 全部收拾東西 那波仔和阿義呢 還在吵咬他們 是啊 那我反而覺得 咦 不是很好看 為什麼呢 他們真的完全不理 突然間 在一秒鐘之前 還在那裡 那我說 是在那裡吵咬的 突然間 突然間一收拾東西 那波仔還在那裡 他完全不找你 就在那裡收拾東西 然後呢 陳國文呢 我又在那裡吵咬他 咬他 咬他 那時候我不知道 是另一頭 在說其他事情 是 啤梨哥 我們下班了 先走了 拜拜 辛苦了 我還在說 你幹什麼 是 後來有一次 我們那時候 在謎米爐做節目 在那裡叫做 《則如沖》 突然間見到 謝偉俊旁邊的節目 還是不知道是誰 請了一層廣民上來訪問 那她在旁邊的工作室 她下班的工作室 還故意 他這樣 她完全當作一個 毒 來的 那我們是真心的 是 屎人家屎 屎人家屎 拉你 encontramos 妳是臭臭屎 她不是 她說 那意思是在外面 妳們又來了 不妨妳們做節目 是這樣的 好嗎 妳們怎麼反應 就像昨天那天 結果怎樣呢 當然一樣要被人抓 被人帶走 我所知道應該是有落案的 因為今天他5時半 其中一個胡蘇佬 又帶了GGMAC 原來還有一位染了金毛的叔叔 又來搞事 你知道昨天你走掉了 今天你又死了出來 最後我看直播 看看就要做節目 根據大家的留言 他應該是給警察 三個信不上警車 我不知道會不會順便抓他 還是互送他走就算了 但這一下就很厲害 你想走來踩場 他就不敢動手了 就想在你們上面再貼紙 貼撐警 其實都是用你的招 其實我覺得第一 有人要定時定後做猴子戲給你看 你就給他看 第二 要是長城市 你不用跟他爭辯 要是你走到他旁邊突然 阿神 你有沒有犯法的 或者這樣 阿咳 這樣去收獄他 你也可以 不是 我認為 要是蒙視他 等他要貼上全部的牆 你才不要走 不是 我甚至乎認為 真的不用理會他們 是的 他們貼上牆 你不理會他 他們貼上牆 很辛苦 撕掉了 因為你始終 總之你又貼上牆 我們純粹用民意來看 我們用民意來看 我們這邊真的多人很多 是的 又有百多個又為他 不是 我不要說為不為那些 是說梅子那些人 是的 你不就有個去貼 你不要不想 第二天又滿了 三條 第二天又要再貼幾頓辛苦 你好像 旁邊又沒有人理會他 你好像大埔那群 那群頭 有幾十人 成百人 你不要痛牌去撕掉 比如說 謝秋哥那些東西 今天弄了這麼一天 是的 撕掉你了好嗎 你警察這樣被人弄完 你不就看他會不會再拿這段牌 是的 你經常這樣 你都辛苦了 其實說真的 我經常跟大家說 真的不要蝕這場 他那些傻子要養壞的 又有個傻子要養壞 不用理會 要是無事他 要是神經病 那就算了 我告訴大家 撕掉你了好嗎 不過有時候說真的 說得很容易 我們現在在這裡說 現在就是拍著他 你給我們 你給我們下去也會動氣 如果不是 我看 我想打爆電腦 是嗎 誰有 昨天那個肥仔 為何要不告這個 不是 很簡單 我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 你還有一招 不過不是每個都可以 我們都會去操 真的在那裡 玩無賴 陳廣民有這招 我和你都是用這招 因為這招是最有興趣的 最後對著高達斌的時候 我說這樣 是呀 來一招 他那一招 他那一招 對我來說 是呀 是呀 從柳士忽然 我是 我最近喜歡賣國 屌你 中國人就是賤 屌的玩套池 玩奠套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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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興奮到他 阿千 屌你屌你 又流鼻涕 屌你屌你 屌你屌你 老實說 你屌你屌你屌 扭到他兩兩分鐘 就爆血管中風死了 屌你屌 昨天除了大埔連儂牆之外 其實周圍都有 香港人 屌你屌你屌你 火燒這個 屌你屌你屌你屌 屌你屌你屌 我看標題以為有多厲害 原來屌你屌你屌 屌你屌你屌你屌 屌你屌你屌你屌 都是令到牆壁有少許痕跡 然後被人拘捕了 還要告他 我不知道是否要告 屌你屌 但是現在用了甚麼拘捕他 下不下案 就是涉嫌中火 哇 他大了 慘了郭少傑 涉嫌中火 我希望警察真的嚴謹執法 中火是很嚴重的 即使這樣燒了紙 分分鐘是兩年的 火燒連環船 隨時燒身隔離人 最公眾地方 隨時燒身連住的監 是啊 喂 藍絲的朋友 因為我也知道是藍絲 聽過他們 咬眼切齒 我替你不算底 屌你屌你們那麼愛惜你的政府 屌你屌你屌 你林鄭月娥又不堅決 她還要道歉 人真是受中正寢的條例 你們很肯忍這條條例 根據警察還要抓你 屌你屌你屌 現在是有人來反咎這條條例 你又在這條條例 你忍不忍住 象彥執言 燒狗那些母子 拆下來拉狗你 但我又在想 為何你不想吵狗林鄭月娥呢 當然當我吵狗林鄭月娥的時候 你又會說 那想甚麼你去做 吵狗你那種做甚麼 不要這樣按狗 是呀 吵狗奇怪的 當然啦 另外還有一段片 有一個捉緣 短短地播 有一個捉緣伯伯 就說誰的貼紙就斬死人 我們其實很短 就播一下他 還有這個伯伯 我真的想要怎樣斬死人 我真的要問一下你 你老母 先幫我聊片看看 你不要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你不需要林鄭月娥聲音 你不需要林鄭月娥聲音 我接受任何影片 你不需要接受 你老母 你說跟這些人去辯論 這些人 老實說 真的太多了 我真的會叫他 加油 快點 你不要小事 大陸說要打電腦 我等你很久 拿把刀下來斬 快點 阿叔 但不提 我們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是狂吵 即是不想做得到 這件事 其實是做生氣的 阿叔你最厲害 你住公屋 這麼有事 是呀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阿嫻姐現在住半山 你住公屋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你這麼昂貴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但我們一不會 因為他想到忍不忍住 吵狗林鄭月娥聲音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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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在房間 我老婆吵狗林 你知不知道 當然 昨天最好 令我軟識的 令我軟識的 就是跟著那段片段 應該是長沙環 長沙環的年農場 嘩 如果這樣搞快 十八區年農場 就要說 都可以做幾年集節目 你先冷靜一點 你現在跟我們全國都分開了 現在我們多了都沒什麼 現在 你不是說道理 你先冷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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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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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冷靜一點 我沒有想到這段影片 我沒有想到這段影片 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夠專業 我沒看 《藍絲阿娜》 我一定要走回哦 《導遊阿娜》 我沒看這段影片 就選了這段影片出來播 真的很抱歉 我真是不夠專業 其實發展到這個時候 這是醉漢還是不知為何 終於有個耳搏雲天的藍牙兄弟 沒錯,很厲害 跑出來,就跑出來 老實說,最令人遺憾的就是在場人事 有些人是認為 不要,你破壞運動,不要動手 那你問我怎麼說呢? 老實說 這個永遠都是在矛盾面上 我亦說服不了任何支持和平抗爭的人 因為我都支持和平 但是是不是任何人來搞呢? 而這個藍牙兄弟,老實說,他是一個最純粹的 為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收多少 包括外國朋友,無論是馬來西亞、美國、丹麥 那些朋友,大家都很奇怪 我們香港人,他不是說抗爭 吵架不打架呢? 他們很奇怪 好像上次Brandon也說,如果在馬拉西打了九年 南亞兄弟出手,竟然是這麼有趣 我要這樣說 有沒有人覺得他是破壞 真心覺得他是破壞的運動呢? 你那星期前說過,當我們做了這麼多和平的事情 如果因為有人扔瓶,我不管他真人或是假鬼 或者有人做了一般認為和平抗爭的行為 包括打爛立法會的帳簿 結果民意有沒有反彈? 當然,建制派一定是執著這件事來說暴力暴力暴力 但事實上民意就是沒有反彈 就是八成一的人都覺得,你老母,都不能怪他們 是這樣的事 你給這些想要來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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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你不敢出手 如果有人出手,我們應該如何做呢? 肯定就不是責爛他 我要跟大家說 盡客人挑過你機 上次吊歌嘉賓的時候,只有一些Live 有些片段,紅 меш線 我覺得呢 讓你出來給我一次出來看看 誰是挑機呢? 你試試看 每次次轉過名,出來又挑機 吊歌你又不敢? 其實是誰啊? 你要每次都轉不同名字 但你閉嘴了,我看不到他 我閉嘴了,不用洗垃圾 其實我不看留言什麼 所以很容易影響了節目的流程 老實說 我仍然說一句 去到這些環境,如果有意識出手 大家應該要保護他 他湧他趕快走 甚至他的樣子要打格子 當然,是馬上趕快 就算錄了一段影片,你自己也要刪除 猜到你說猜不到 是要保護他走 當然,有人說你這樣破壞 所以零一這段影片就好了 最後那裡 你這段影片就說,破壞運動 破壞運動 但我要講一個這樣 人們是否真的覺得是破壞運動 我覺得是的,說得出這些話 但是,經過這集節目 我們每天都宣揚這件事 就是鼓劃地抗爭 其實都可以是這樣的 你是支持他去打人 那心 不過都說去破壞運動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記住,不要讓他的樣子暴露人事 這些意識 肯出手的意識 你怎麼講那麼多霸凌 老實說 為何會越來越多這些樣子出來 因為沒有人打他們 沒有人打他們 你說如果 是會被人抓去打人 或者被人打到豬頭 無論他 說真的 那個人是沒有收錢的 就更加沒有了 因為又出來 是的 他有收錢的 就會覺得 屌你老母 要收多少錢 我要屌你這樣被人打 那你們又會說 如果這樣我就跟他一樣 你要記住 從來你是不會主動打人 我們是和平表達的 沒錯 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 現在我是說 有人來搞搞你們 打你們 挑剪你們的機 你就自衛 老實說 沒得屌你老母 真的沒得商量 還有一些好方法 他撕 他還沒撕完 不要走 先撕完這裡 還沒撕完就不中走 就圍他 還有 撕到他瘋 雖然今天有律師 和國彤都出來說 可能會犯罪 唸又犯罪 唸罪犯人事 不是 撕就是犯人事 撕就是犯人事 撕就是犯了一些市政條例 那類的東西 如果你撕的話 業主有機會可以民事去訴訟你 業主不訴訟 或者公眾地方是沒有事的 是的 或者可能會犯了一些市政條例 例如你撕到公共場 他真的搞狗你 去這裡舉證 你想是不是你撕 誰撕 撕的那個肯定是刑事 破壞他人財物 但我現在不要說這些 其實如果人家來撕的 我認為有狗去撕 你撕就沒有紙 你又黏著 但是如果動手動腳 真的要說那麼多話嗎 你撕就沒有 行使你的集 記住拍片 他一動手 你撕就沒有制服他 然後你撕就沒有 你撕就沒有 你撕就沒有 但你撕就沒有 你撕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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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可以做到的事情 其實也不多 除非 除非 你的電影是正在撕 別人打你兩拳 你十條大案 故事都要制服他 你撕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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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暗角七景 這樣 你撕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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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合理的 制服他 就去報警 說起警察 今天有這樣的事 用外面出發 特別是一個網友 你還沒回來 更加離譜 他在地盤內開工 是 有很多工具 那地盤很大的 他不會的 不會 然後大家一起去吃飯 不是一起去吃飯 你知道在地盤工作的人 就在附近的餐廳吃飯 他全部都給我的 我會跟你們處理 然後他說那兩個人 就在那裡講 就是藍絲 然後他就跟人搏嘴 大家鬥罪就鬥罪 接著就打 拍照出來就給我了 打他頭破血流 爆光光 他去報警 警察說 找不到他 找不到那兩個人 但是明知道那兩個人仍然在地盤做事 正在開工 他很徬徨說不知道怎麼做 他老闆叫他不要上班了 因為他搞事 但是那兩個人仍然上班 為什麼要搞事呢 因為那兩個人是另一組 其實是不同公司的 不同判口 那兩個人仍然打完人 很有型 警察現在到了這個環境 警察是否有政治立場呢 未必是的 純粹是現在香港的黑警是這樣的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警察就算早上回到地盤 看著他們上班 知道在地盤裏面 CIT叫我 一見到他們 通知他們就去抓人 但是他們進去 這麼高那麼多層 他不會逐頭跟你找 我在一個節目裡跟你說 因為我準備會找議員 或者找一些 我不知道區議員 立法委員 放在網上大幫人起底 很簡單 有拍照的樣子 很簡單 警察要找 警察要找 假若你是知道兩個人正在上班 警察要找兩個人 警察要找兩個人 警察是不用逐層走的 警察自然有警察的辦法 傻仔 他自然可以找一些判口 交你的人出來 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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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警察要找到 他就說 他就說 他那位老闆竟然是 他那位老闆還要去 覺得是搞事 現在是誰的世界 我已經撇開政治 要給他那位老闆 不要說是政治 純粹就是 他被人打到頭部 都爆了光 成頭血 那兩個人可以沒事嗎 那兩個人始終是公友 有些人傳來傳來傳來 都會想殺人來才算 因為這麼多天都沒有來 他就當沒事了 哇 又沒有這麼好處 那至於 為什麼又會因為這些爭吵 來打架呢 老實說 為什麼會這麼撕裂呢 為什麼會 因為一個政治 其實永遠有人做奴隸 但這個世界都可以相安無事 本來 只要一個違政者 能夠令到你所有市民 不是這麼美政治 這樣就為之高 等於我們港英政府 那些市民就搞你了 你說他專門是搞你了 當我們豬這樣也行 什麼都行 但是我們那時候市民 真的中間沒有什麼衝突 所以我們那時候香港 為什麼呢 很有人情味 大家在奮鬥 為什麼呢 其實那個意識形態的矛盾 是暴露不了出來的 因為在良好的管治之下 意識形態的矛盾 就自不然 是不需要大家去表達的 最激烈的就是六十年代 因為大陸的國情影響了 香港的那些左嘴在搞爛 企圖屌裡 早點奪回香港 但是當那些 現在我們不斷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 那些第一代 開始成長在七八十年代 加上英國佬 不要說人證 在合理的政策下 其實那時候我們哪有人講政治 那時候你還沒出生 是不講政治的 你老師就在這裡 我們那些頭版報紙 全部講國際新聞 在頭二三四版 本地政怎麼會說呢 你怎麼講 市政局議員張有興 今次你做了主席 你成為第一國 什麼華人主席 那女兒叫張天愛 又會跳芭蕾舞 又有拍戲 昨天跟毛妹 你媽媽在什麼 出席這個波 還有你怎麼講得 這個物理號夫人 喂 真的那些戲 十歲 就當是半娛樂新聞來看 因為他們的管治很良好 基本上 大家按時按後去治區 排隊 你等半年了 你等三個月了 不用花錢的 有些房屋處的人說 咦 馬太太 喂 你那裡這樣 你有空回去開燈 要不然阿sir 看見你沒有人住 就未必排得這麼快 他不是收你的錢 會提你 OK 那時候社會是這樣的樣子 為什麼資源雖然都是貧乏 但是人沒有那麼多 今早 我們要拿新身份證 OK 我們要跟大家說 你記住 我拿了新身份證之後 我是不會用的 為什麼 我免得被人detect 我會怎樣呢 我就會帶護照片出街 但基本上 我很遺憾 其實我這幾十年來 都沒試過在街上被人查身份證 當然你開車就會拿出車子 拿出車子 拿出車子的身份證 但如果不是在街上走 怎麼會存在身份證呢 專門走來走去 都不想理會我 這麼糟糕的 今早我去拿新份證 走過石門 你也有去虛婆 有 又是鄉議局 好了 我叫你老母 竟然有一間餐廳 就在拿身份證 不知道是廣場一期 大家和我搜尋一下 一旦外面 有間餐廳 那幅牆 竟然養了自己的餐廳 那幅牆 竟然養了自己的餐廳 那幅牆 竟然養了自己的餐廳 那幅牆之類的 那幅牆都頗危險 很多 然後 然後 那個證門 就連了林鄭月娥下台 從啟商保選 厲害 立刻光顧 我多想馬上進去 哪位是老闆 你放心 我不是來搞局 因為這個勇氣是大的 做生意真是好 你以為藍絲少嗎 老實說 生意佬不出聲 我是絕對不怪的 大家覺得生意佬應該要表態 誰要表態 人家不表態 我是真的不怪 大家可能還是太年輕 不知道社會運作 但是 要表態來支持政府 也很容易 但是要表態來反對政府 你將會得到幾大的失法 因為我試過 我開箱子的時候 現在的餐廳飲業 已經是這麼難做 所以我真的 大家上網看看 我不記得那個叫什麼廣場 好 我要這樣說 我不鼓勵暴力 但是我 真的要向南亞的兄弟自警 那一次 當年楊千華 陳國昆 他們在香港 叫港軍自警 我向南亞的兄弟自警 還有 記住 擁抱擁武精神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香港人 為何南亞兄弟也是香港人 因為他擁武 隨時討身討掌 當然絕對是 幾代 為何有些大陸人 我們一樣容納他 支持他 因為他擁抱我們的價值 OK 那為何有些香港人 這麼混亂 那那些是不是香港人 很遺憾 那些都是香港人 這時候我跟大家說 一樣不是一樣八樣人 我們究竟是想繼續撕裂 還是想 好像我昨天所說 雙方不要說用愛 去互相包容社會 大家都覺得應該是互相包容 如果大家都覺得是互相包容 我又要跟一些男士的朋友說 那為何不是有權那個 就是每天重複 不是有權那個生出鑑螂肢 而是有權那幫人還可以利用 或者不是利用 或者是你們自發的 去欺負那幫另外一幫無權無勢的人 再說一次 無權無勢被你打的人 是不能說大家打和的 他們只能夠投降而已 這就是他們想做的事情 你想打和、想和諧的 就只能夠你退一步而已 始終政府有沒有退過 政府沒有退過 然後在民間裡面 有意無意 有心 沒有心我們不知道 但是不斷繼續去打 這些和平爭取的人士 你竟然連和平也不行 我前台詞我不說了 你們不行和平 那唯有就做事 是吧 於是我們不知道第四節還是第五節 只是數那些活動 怎樣去呢 你有沒有這麼多 天南地北 到時又說 集啟相 要叫拉芬哥來的 要叫拉芬哥來的 要休息 月末 請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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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